今天是最後一集的新竹之旅 期待今天詩庭繼續帶我們玩新竹 但又不其言, 帶點雙感 好了…收起淡淡的哀傷 提起精神, 跟著詩庭走 第一站要去忍者歸的法織地, 水館 那裡溫馨的佈置, 戶外的風景 吸引大家很想去體驗 你別看它, 像外面一樣 看來很小的一幕 它裡面還有一個小小的 像廳一樣的東西 還有台灣版的移動城堡 絕對令你驚喜連緣 這個後面有一個很厲害的行山徑 去到最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北台灣最高的古跡 再來, 有不能不食的新竹名產 齒餅 齒餅的誕生日志開始紀錄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新堡最大的 齒餅園區, 很濃稠 難怪沒有人就這樣吃 一定要曬乾才吃那個齒餅 師騰的美食魂突然上身 客家版條大檢月開始 這裡其實就是我平時最喜歡的 台灣小吃 它是真的很難牙的版條 最後, 去到全台唯一的鮮渣農場 到底是怎樣的樣子 它是很甜的 然後有一點酸味 不過是很好吃的 一起跟師騰玩起來吧 我平時的 arrest 這是我平時的認識 我平時的認識 我平時的認識 原來像是有很多不同的 是有很多人的 尤其在講 我平時的認識 你要是最高的 我平時的認識 你樓身也與平時的讀書 你平時的認識 我平時的認識 你平時的認識 看诗婷飘下飘下的秀发 就知道这里强劲的风力了 尖石天气不定 想看到雨老观景台的美丽山景 都要靠一点点运气 可惜今天天公不造美 看不到壮丽的山景 但凭着诗婷这小福星 经常下着无无雨的季节 都避得下雨都算是不错的 欣赏完山景 肚饿的话 旁边还有一些原住民的摊饭 可以试试 好冷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 海白1450公尺的鱼佬 这里天气好的时候 其实你是看到野家、山 看到一些美丽的风景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像这样 很多云你什么都看不到 这里也是尖石的前后山分计点 一边就是前山, 一边就是后山 这里通常是要进入深山游客 休息的地方 不过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因为这里一到下午就开始起霧了 开始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也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明早我们才进入深山 天色也开始暗了 这边就会让我们下午的地方安排好 想要舒适的床铺, 干净的空间 最好窗外面还可以看到美景 晚上又可以遥望星空 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既然也来了 不让我们看看这些风景 真是说到哪里都说不通 又说休息 我房间在哪里呢 看看, 原来我房间在这里 你看到它, 是不是像一个烧炉呢 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一间房 而且它这个外面其实是一个水管 一个水口 是这里文叔的老板自己做的 你别看它 像外面那样, 看起来很小 它里面有一间房 还有一个小小的, 像厅那样的东西 其实也很温馨, 很舒服 这里晚上, 老板就会点火 游客就可以坐在这里吹风 看看风景 不过现在老板还没点火 我好冷, 不如我们先进去吧 水管房虽然小, 但房内整齊 有条理, 规划出圆关休息区 和房间区 这里没有电视 民宿主人这样的安排 就是希望住客可以走出室内 和旁边的住客交流一下 跳出你的电子世界 放下手机, 离开电视 回到爺爺骂骂的时期 吃饱了就走到屋内休息 和街坊街里 说笑, 聊聊天的顺泊感觉 这里就是台湾的移动城堡 李栋山庄 它以前是登山客 来这里休息或者住的地方 不过经历了很多次的火灾之后 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很多人很喜欢你这里打卡 或者拍照的 第一任的庄主 因为近几次的火灾之后 他就下山了 现在是有第二个庄主 住在这个后面了 听说这个后面 有一个很厉害的行山境 去到最高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北桃湾最高的古籍了 这里有两条行山境 一个是新的, 一个是旧的 刚刚那里就是旧的行山境 这一条就是新的行山境 是马尾部落的旁边 这里是中级的行山境 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一定可以征服它 走吧 其实过了一两个星期 这条路就会变成红色 因为枫叶就会慢慢飘下来 不过现在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已经有很多树叶在这条路上 其实走在这里 被这种竹、树、木、包围的感觉 还有点点的毛, 好像仙境 好, 走了一小时 我终于到山顶了 我一直走上来 就会有七个新舊路的训练点 登山口走上来垂直是400米 整条路的长度是两公里 我现在就到这个里董山古堡了 我要进去打卡拍照了 我终于完成我的第一座小百岳了 这里的海拔是1914米 这里以前是用来打仗的 这个古堡 你可以看到牆上的洞是用来打仗用的 虽然不知道是谁建的 不过在我后面的这个大门 也可以看到这个巴露黑色的建筑 在我面前的这个山角点 就是每一座山的最高点 对于登山客来说 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所以千万不能坐在上面 或者站在上面 不过你可以摸着它拍照 沿着山径一直向上攀登 景色越来越原始 那些高于你视线的植物 和厚厚的武器 都为登山径点缀了不少戏剧性的感觉 在后疫情的时代 能够这样, 这么捨意地穿梭 在山区自然风光里面 是一件多奢侈的享受呢 之前说过新竹 因为九共方就产出山寶 米粉、仙草和池柄 那新堡就是池柄的大本营了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新堡最大的池柄园区 小老板, 这个不行吧 怎么摄? 对, 因为我们这边要做饲饼 都是要使用摄氏, 对 就是不能搜 但是还没锁住就要摘下来做饲饼 对, 因为我们这种摄氏 除非它是全熟, 变红软的时候 它才会变甜 不然都要经过加工才有办法吃 我吃这个是吞不到的 我现在整个口是很稠很稠的 但是小老板就说 一定要没熟的时候 就要折下来做这个池柄了 难怪没有人就这么吃了 一定要曬干才吃那个池柄 好, 行吧 施婷, 你这位围食妹 真是手拿到的, 你也可以放入口 这粒要加工的池, 够酸了吧 进来农场不用门票费 是不是很棒呢 在这里可以拍一下池 买一下池, 晒一下池 欣赏各种池所展现出的艺术 如果你觉得只是这样也不够 还可以参加农场举办的活动 深入了解齿柄的解说导览 齿柄制作的DIY和齿染体验 刚刚剎完皮 现在就做了按摩的步骤 不如我们先选一个小粒的 看看小粒的按起来是什么 要一直用手指缸在中间用力按下去 然后你感觉到它 好像快爆炸的时候就对了 但是不能太大力 太大力就真的会爆炸 小粒的我觉得也可以 而且刚刚老板说 要第三天才开始做这个动作 然后之后的每一天 每天都要按一次 第四天的时候 你要把它反转 从后面再突出反转 第五天又这样反转 这样循环这个动作 到最后一天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它要令中间的水分 可以走出来 然后再拿去曬干 令它更干身 好, 现在我们完成这个瓷饼 开始吃它了 现在分成三种 这个就是刚刚说过的石瓷饼 这个比较大的是牛参瓷饼 这个就是瓷干 我们先吃这个石瓷饼 真的很神奇 因为我刚刚吃的那粒干纏的瓷 是稠到爆炸, 完全不能吞 现在它经过七至九日之后 竟然可以变成这么甜的瓷饼 真的很神奇 很甜 不过我现在试试这个牛参瓷饼 和这个石瓷饼有什么不同 它现在滋滋, 很甜 很开心 女生吃到甜的食物就很开心 这个瓷饼和刚刚那个 就有点不同 刚刚那个石瓷饼 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但是这个牛参瓷饼 它就比较有肉感 就是很淡淡大肉 好了, 现在就来吃这个瓷干 它上面这个不是发毛 它是叫瓷箱 就是结箱的箱 它的做法就是普通瓷饼 一倍, 然后放入冰箱 令它结箱 好, 我现在就试试一下 它是比较干身 比较硬一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三样 比起来 这个瓷干的瓷味是比较重的 这个瓷干 其实它也可以用来煲湯 或者煮食 因为它就比较干身 还有, 这些瓷饼 你如果回家放在冰箱 是可以放一年的 它吃一年的瓷饼 多开心 看你吃瓷饼 吃得脆脆有味 果然是一名吃货 不过每次看到你吃得这么开心 我的口水都要跟着流下来 吃完这些这么甜的瓷饼 我猜你的胃口都开了 是不是要带我们去吃咸东西 来平衡呢 畢竟你吃甜食的胃很弹性 可收可放 看看我们的特别多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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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句很有名的言語 就是瓷餅香, 瓷塘多, 和板條蛋 因為在這裡走在街上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像這樣的瓷塘 這裡的瓷塘 是全台灣保持得最完整的瓷塘 它現在除了歷史的文物之外 還要在打卡影訊的好地方 文以食為甜 今天就要介紹客家美食 客家人比較喜歡吃重口味 所有東西都比較偏重鹹和重油 為什麼呢? 因為客家人覺得吃得經濟 不如吃得飽 除了口味之外 他們是以食慾為主的 因為多數客家人住在內奴 海邊比較遠 所以長期都是吃肉 今天就要帶大家去吃一家 媳婦最出名的客家美食 因為它是消防局旁邊 所以東地人就叫它為消防局板條 這裡就是我平時最喜歡的台灣小食風味 今天我們就要吃客家菜了 客家人最喜歡的就是把麵吃當主食 我們要吃一口氣, 尤其是這個板條 其實每個地方的板條 都有不同的粗、油、厚度 上面的油蔥 它是用紅蔥頭去炸的 重要的是它是用豬油 因為現在台灣比較少人用豬油 這個就是要拌一拌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醬料 就是有豉油膏、甜酸醬 還有蒜蓉 它是真的很彈牙的板條 而且它的口度我覺得剛剛好 它是有口感的, 口度剛剛好 而且我剛剛有吃到它的油蔥 我想可能是因為它是用豬油炸的 所以你可以吃到它那種比較不同 特別的香味 看到這裡有很多小食 不如我們先嘗嘗這個 這個在台灣叫做白斬肉 其實它是川湯的豬肉 現在它有分兩碟 一碟是肥的, 一碟是瘦肉 這碟醬是客家才有的 我其實從來都沒試過 這碟是金吉醬 通常這些醬都會鮮上的 因為可以令你很開胃 我先嘗嘗肥的 點這個金吉醬 其實我覺得有點酸 我覺得它跟檸檬很大不同 金吉醬有點酸 但是它的香味是超級香的 金吉的香味 我們現在嘗嘗這個瘦肉 跟肥的有什麼不同 不過這次我會蘸醬醬 再加一點金吉醬 看看這樣會不會沒那麼酸 這樣它的味道是中和了 我覺得要兩個一起蘸醬會比較好 而且金吉醬是不可以蘸醬 可能我不是很好吃酸味 但是它是調味令到味道有很多層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肥一點 因為肥的有皮 所以如果你喜歡比較彈牙的東西 就建議叫肥 好, 現在你試這個客家醃腸 所以我覺得它會不會有很多師兄 但因為它是一道教肥的 我覺得是對的 真的可以說出來 一道菜的一道菜 你會喜歡吃絲強甜的東西 然後你是否喜歡看 如果產品做果 меч 我發現你對膚的味道 你也要看去味道 我非常喜歡吃餡料 又可以咬到肉, 又可以有白牙的番薯粉 這個醬當然是我最喜歡的 有一點甜, 有一點辣的感覺 客家人真的口味比較重 吃一堆東西就有四種不同的醬料 而且這個辣椒醬 也是他們自己鼻底的辣椒醬 還有, 有沒有發現 這裡是早上五點就開門了 就是他們吃的早餐已經這麼豐富了 吃完地道的客家版條和小菜之後 如果可以吃飯後果, 就完美了 這裡是全台灣唯一一座的鮮渣農場 唯一, 聽起來也很厲害 詩婷快帶我們去吃水果 讓大家看看這個號稱唯一的水果農場 震面目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新部的九宮湖 雖然它叫九宮湖 但其實這裡是沒有湖的 只不過是當地人對於這區的一個稱號 這區有很多不同的農場 我現在這個農場 有一種很特別的特產 就是… 鮮渣 鮮渣跟山楂有點不同 山楂比較紅 不如我們馬上試試這個鮮渣是什麼味道 它是很甜的, 跟著有一點酸味 咬到後面的時候, 會有一點稠味 不過是很好吃的 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脆的 雖然它煮過, 但還是很脆 這個就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關於鮮渣的農場 不過這裡除了鮮渣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水果 好, 你好, 老闆 你好 我們現在要摘什麼呢 摘…是柑橘 柑橘嗎 對, 柑橘 這個是阿婆乾, 這是紅肉乾 阿婆乾跟紅肉乾 它是柳丁改良的, 嫁接的品種 柳丁 阿婆乾很甜 阿婆吃的都不酸的, 阿婆乾 所以它叫阿婆乾是因為 阿婆吃的都不酸 所以叫阿婆乾 因為很甜 還有紅肉的柳丁也是很甜 頂而是紅色的 對, 紅色的 紅肉的柳丁 哇, 這個農場真的有很多種水果 現在因為不是鮮渣的產期 所以不能摘 但還有其他水果 可以彌補你摘生果的樂趣 不過來之前 可以先查一查當季的水果 挑選自己喜歡的時節 詩婷, 你這個城市人 見你聽到這種新品種水果 詐異的神情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是經常去街市 不過不要緊 趁現在好好惡捕一下 之後說不定你可以化身 當作水果達人 跟人聊得頭頭是道呢 不過現在還是先吃水果吧 忙了一個下午 現在終於可以坐下來 喝茶, 吃甜品 這個山楂真的很香 現在立刻你試試我剛剛摘的甘吉 這個就是鴨婆吉 這個就是紅肉吉 試試這個鴨婆吉 它真的很甜 它是零 零酸味, 只有甜味 我終於知道鴨婆不會叫酸 好, 好, 現在就試這個紅肉吉 一樣是沒有酸味的 不過紅色的吉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了 很好吃, 好甜 好, 現在就來吃這個 我剛剛做的蒟蒻 蒟蒻蒟蒟蒟蒟蒻ар 是100% 我自己做的 口感很有趣 蒟蒻, 中間有一層脆的水果 口感很有趣 鮮渣是剛煮鮮渣茶用的 一樣是很濃鮮渣味, 開心 好, 現在你吃鮮渣雪糕 好, 之前說過,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周邊產品 有鯛藥, 有很多不同的鮮渣產品 這就是其中一個鮮渣雪糕 它聞起來有一股藍莓的味道 吃起來有一股很濃的奶香味 再來就是有藍莓的味道 藍莓的甜味 然後有鮮渣少許的酸味, 酸中帶甜 甜完又還有少許的酸 又有很濃的奶香味 我覺得是我很喜歡 而且它不會太甜 很開心, 吃到甜品就是這麼開心 經歷三個月 然後詩婷一路向東, 玩轉花蓮 台東, 體驗驚險的索溪 大膽的飛行傘 滋潤肌膚的美人湯 再向西玩文藝伸足 不單登上魂墓仙境一樣的 宇佬和李東山 也完成武林貼的考驗 刺激的文藝親子一次過滿足 我知道你們看不夠猴 不過玩起來 暫時在這裡畫上輕輕的句號 先留給大家錄下做筆記 想去景點的時間 之後才不會排行程排到沒有靈感 在計劃旅行之餘 不要忘記繼續期待玩起來第二季 大家猜猜接下來會去哪裡 都陽光園 都陽光園 不 nok有 都陽光園 登上魂 很嚴重 東山